我一直想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投入跟专注的课程 偶尔在网络上看到50plus开的生命写作课 我就想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一试成主顾 我报了12堂课 也12堂都没有缺席 所以很开心 这个课本身其实它虽然是focus在写作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 从你生命里面的事物或是你生活的观察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为什么它叫生命叫情境 因为它不是让你去说故事 也不是让你去写小说 它是让你把你的体验 那透过老师的一些技巧或讲法 把它叙述下来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课程 而且我发现我们都透过写作的练习 大家都觉得认识自己更多 发现大家很多原本不知道的很多的不可能 每个人都像小作家一样很有成就感 然后每篇文章都是生命的文章 那另外老师也谈过一些就是写作技巧 他说写作就像拍照一样 可以用取景的观念 近景中景远景 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在我个人来说的话 就是生活上面 我若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可能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 然后去取得各种面向 不会像以前我比较容易用情感用事 我现在懂得那种多层次的一些思考 那得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收获跟启发 我本身不是那么喜欢旅游 因为我家里有狗 所以我比较居家 但是我喜欢阅读 那我会想写的是阅读心得 我觉得阅读心得 它就是让你把你读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然后让你记得自己在过程里面的那些感动的当下 而不会过目就忘 因为我们的年纪不太容易记得很多事情 那老师也是鼓励我们就是 每日一写五分钟十分钟 不用去计较它的长短 反正自己是读者 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当我讲我要上写作课的时候 我的妈妈 我的小孩 我的女婿都说 蛤 写作课 好像很硬啊 我觉得写作是阅读的延伸 如果你喜欢阅读 你可以尝试 它有一些技巧让你把你读到的写下来 而且觉得写作它会让你认识自己 过去所不认识的东西 而且它会让你在过程中间享受很多成就感 所以我发现每位同学好像都一次一次的 都很想要有继续参加的一个欲望 所以鼓励那些不敢尝试的人给自己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去上次行的载 都好一个事 我给大家看 特别的硬碍 我会对你 这次你呢 我们大家买到了